欢迎收听赛欧的驰骋人生 哈喽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相会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来聊聊有汽车的MV MV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歌手在发了专辑的时候 同时会录个有影片的音乐带 就所谓的MV或者叫MTV 我们主题专栏既然跟车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聊聊 你有印象什么样的MV里面 有出现过什么样的车子呢 我们带大家来好好聊聊 汽车这种东西基本上是属于男人的玩具 所以会出现汽车的MV 还是以男孩子的歌曲为主 当然也不是说女孩子里面就没有了 甚至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有几首女孩子的MV里面 这个车子反正是主角了 当然这个算是少数了 那讲到这个车子的MV呢 首先我们大家会想到的 应该是有些玩车的艺人 所以我们一开始先跟各位讲两位 这个知名的经典的艺人 MV常常用汽车当背景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耳熟 想到周杰伦醉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杰伦有在玩车了 不过在我眼中看起来 他的玩车是比较那种一直千金的方式了 那在周杰伦的MV里面 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有出现汽车了 毕竟周杰伦是吴宗献一首带出来的嘛 所以一开始的MV我也在怀疑了 那是不是吴宗献赞助的呢 比方说像很早期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心情》 《心情》这首MV里面 各位觉得真的有车子吗 有 一开始在还没唱歌之前 周杰伦在晚上开着一台保时捷996 在奔驰着 然后就进到了旋律里面去了 基本上这台996只有出现了一下子 那在周杰伦的歌曲里面 到比较后来的《阳光宅男》 里面就出现了一台劳斯莱斯了 这台劳斯莱斯据说就是吴宗献所赞助的 一台劳斯莱斯的Silver Seraph Silver Seraph这个车算是 劳斯莱斯被并购之前最后一款开发的作品 开发到最后期的时候 他就被并购了 所以这台车子还保有很多劳斯莱斯当年的神韵 跟我们现在看到什么Phantom 什么Ghost 那种调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MV的主教的剧情 大概就是说有个宅男想去做一个女神 那么结果看到女神走进了一个地方 他就外面不敢进去 就这时候忽然有个管家开了一台劳斯莱斯 把钥匙丢给他 让他开着这台劳斯莱斯载着女神去海边多多风 大概的剧情是这个样子 那这台劳斯莱斯当然不用说非常的豪华 只是各位可以注意到一点 就是这个宅男 这个MV的男主角宅男 他上了车之后 他是怎么握方向盘的呢 他是左手握在这个方向盘的边缘上面 右手是护着喇叭盖上面 表示这个宅男开车应该是挺凶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怒怒症呢 当然这是我们开玩笑的 那么除了这个阳光宅男以外呢 周杰伦出现MV的呢 还有让我想起还有一首 就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里面出现一台Pagani的Zonda 看起来应该是Zonda F 因为其实小弟我对超级跑车呢 没有那么大的研究了 那据说这台车子 当时好像是跟郭富翔借的 因为周杰伦他本身 听说曾经有一台Pagani 不过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那台Pagani是C12S 那么这个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里面 那台车显然不是C12S 而且颜色也不一样 据说那首歌是去香港取景的 那拍摄出来的 那基本上都是以这台Pagani为主 所以呢 虽然它歌名叫做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我觉得那首歌改名叫给我一台车的时间 其实也不为过啦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在周杰伦还有一首MV呢 叫断了的弦 里面也出现了以车为内容 是一台粉红色的老兵士W116 那么这个里面当然这个W116也是串场而已 就一开始呢 这开走 然后后来呢 在车上稍微唱几首歌呢 握着方向盘转一转 那车子的这个戏份也不是很多 当然了 这周杰伦还有很多的MV啦 我们一开始 我们现在13课讲不完啦 我只是就我现在13课有印象的 跟大家讲一讲 当然各位如果有想起来 还有什么周杰伦的其他歌曲 有出点MV的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歌曲出现MV的呢 也就非常欢迎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 那除了周杰伦以外呢 还有一个歌手呢 也很喜欢用车子来拍MV 不过呢 周杰伦的这个MV里面的车子 基本上都是漂漂亮亮的 风风光光的 那么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位歌手呢 他MV里面出现的车子 下场都还算蛮凄惨的 这一位仁兄是谁呢 不知道各位想起来没 这个人叫做王杰 这个我相信了 这个王杰虽然跟我们的这个年代有一件差距了 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年纪的人呢 你一定听过王杰 如果你是这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 你可能没听过他了 不过王杰在当年 可以说是台湾汽车界的玩咖 大咖 据说全台湾当时第一台的 第一代NSX的买主就是王杰 当然这个不可考了 这是都市传说了 那么王杰呢 也很大方的在他的这个MV里面 把这台NSX秀出来了 不过呢 这个MV也大概是我看过 王杰的MV里面这个车子下场算是比较好的 那这首MV的歌曲名叫什么 叫做路 这个是当年 雷诺汽车在台湾这个一个广告曲 所以他的MV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雷诺汽车这个车子的广告MV 那另外是王杰他自己版本的MV 不过不管是哪一个版本 其实里面充斥都是车 毕竟路嘛 路是给车子走的嘛 对不对 那么在王杰的版本里面呢 王杰就把这台NSX入镜了 而且呢 这个NSX还拍到一个 如果是现在入镜的话 应该会引发一阵非议的东西了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路的这个MV调出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他的NSX 他的这个内装的镜头呢 他是架设在两个前座椅的中间 当然这个车也没有后座椅了 不加那边我看也没地方可以驾 所以他拍过去的角度呢 就有拍到这个中楼台 中楼台上方有个很奇怪的 一个方形的盒子 这个东西呢 这个年轻一辈的人 应该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了 其实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反雷达了 这个东西如果现在被拍出来的话 肯定会引发网络的一阵非议了 那当然这个NSX 他出来的戏份不是很多 因为这首MV 他主要的戏呢是在蒙蒂卡罗赛车场上面拍的 蒙蒂卡罗赛车场 各位应该这个年轻一辈 应该都没什么印象了 那在早年龙坛TIS赛道出来之前呢 在台湾也是算算是相当有乐趣的一个小小的赛道了 那当时呢 这个雷诺为了要推广他的车型 所以呢他在那边就举办这个雷诺单一的 这个方程式的锦标赛了 那么这个录这首MV呢就是拍摄这个雷诺方程式的这个比赛的过程 但我这样看的MV的内容应该只是为了要拍摄而假装比赛这样子了 所以里面的车子来来去去的很多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这个MV调出来看 那另外一个在王杰的MV有出现的车子呢 下场也不错呢 是一首歌叫做忘了你忘了我 那这首歌的一开始呢 是王杰在一个车库里面一个铁卷门打开 里面可以看到一台红色的小跑车啊 这个尾灯是一条黑色的啊 从左到右一个整个全黑的 这是美国庞蒂克的Fiero 那这台车呢在这个MV的戏份不大多 就是偶尔呢 这个他跟他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呢 跟女朋友相处的时候呢 当一个背景而已了 这台车并没有实际的开动 那这台车因为没有实际的开动呢 所以这个下场也就没有相当的凄惨了 那讲到这两个MV都会说 哎呀不对啊 这两个MV这两台车都漂亮了 两台车主角都是红色的这个跑车嘛 一个是红色的NSX 一个是红色的这个庞利克小火鸟Fiero 那真的有很悲惨的剧情的吗 有的啊 这个王杰有一首歌叫做只有你 这首歌的这个车子的下场就蛮凄惨了 而且这个下场呢 从一开始就预告给你了 因为这首MV一开始呢 就是一台这个双门的跑车呢 冲过一个纸箱 那最后呢 就是放火熊熊的烈火焚烧啊 那在这个MV当中 你可以看到这台这个这个双门的跑车呢 从一开始光鲜亮亮的慢慢变得残破 然后到最后呢 这个整个放火烧掉了啊 这个效果 声光效果是十足了 而且这台车在台湾当年 算是相当稀有的车子啊 这个车子是一台美国的双门跑车啊 叫做Mercury的Zephyr Z7啊 这个现在我看台湾的路上 应该都已经绝肌了啊 Zephyr 我们还可以看到四门的了 但是呢 双门呢 真的是完全看不到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王杰要非要选这台车 把他一把火烧掉了啊 不过这个当年这个MV出来的时候 震撼度是蛮强的了啊 那讲到呢 这个MV把车子烧掉呢 除了王杰有这个记录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团体也有这个记录啊 叫什么 动力火车 动力火车的MV其实也蛮喜欢拿车子来这个入场的 而且车子的这个下场呢 也都不是很好啦 其中有一首叫做这个 不要怪我啊 不要怪我里面呢 这个一开始是在一个这个隧道里面拍摄的啊 车子这样奔驰来奔驰去的 然后到最后一幕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男女主角呢 这个坐在一台这个废弃的车子前面 那看起来好像是四代的Civic了 然后最后呢 就是把这辆车给烧了啊 当然这辆车看起来车况就不是很好了 不像这个王杰那台Mercury Z7 看起来漂漂亮亮了 哎呀这个烧掉了多少 在我们玩车的这个车迷的心目当中呢 多少已经舍不得了 好我们一口气讲了这几个男性的艺人呢 而且尤其后面几个呢 是把车子给毁掉了啊 我们来转换一下口味 我们来讲到女性艺人的这个歌手的MV里面 有出现车子的好了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 有跟各位讲到啊 还有这个女孩子的MV里面呢 是以车为主角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呢 其实这首歌呢 它并不是华语的歌曲啊 它是一个美国的女歌手啊 叫Berlinda 她在1989年发表的专 发表的单曲 叫做Leave a Light On 那这个有一个说法 叫Leave a Light On For Me 不管了 反正就是为我留一盏灯了 那这个女歌手呢 当时她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那看起来应该是二十几岁而已了 那她的主角呢 是一台凯迪拉克的Brohan 非常大台的车子 跟这女孩子呢 是形成强烈的对比 那这个MV呢 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以这台凯迪拉克为主角 那剧情大概就是呢 她开这台车 在内华达的沙漠里面 开着开着 然后去加油站加油 然后呢走进了Las Vegas 在Las Vegas灯红酒绿之下呢 做结尾 那但在最结尾的时候呢 还留了一台 应该是福特的雷鸟 Thunderbird 比较老的雷鸟 她还有核眼式头灯了 做一个最后的ending 那这个MV里面呢 都是这个女孩子 开的这台很大的凯迪拉克 这个还是这个上排档啊 就是这个排 这个自动排档呢 是在这个方向盘上面的 跟这个女孩子呢 这个娇小的身躯呢 形成强烈的对比 那这个MV的戏份里面呢 这个凯迪拉克出现了 我看大概有七八成的时间了 算是我说看过 女孩子MV里面 除了自入性行销以外 这个出现这个车子 密度最高了 当然会不会是当年凯迪拉克 找这个歌手来自入性行销了 这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通常女孩子的MV里面 出现的汽车呢 大概都是清零点水 比方说这个王心灵 有一首歌叫做 这就是爱 那里面呢 这个有一台这个老的美国车 也是老的美国车 这是老的美国凯迪拉克 他这是那个Servail 这个很早期的Servail 那个年代 就大概80代前后 1980年左右的这个Servail 他有一个时候 他的这个车尾呢 是那个完全掉下去的 这个车尾很短 然后很陡峭 他就是那一代的这个凯迪拉克 那在MV里面有出现过他的车尾 那有出现过他的内装 还有这个男主角 跟这个这个王心灵 坐在车子里面的这个样貌 当然这个MV的主角 并不是这台车 不过呢 很有趣的是 这个MV的男主角 也值得跟各位提一提 这个男主角呢 各位去看 如果你有再看过日剧的话 你应该会对这男主角 有点印象 这个男主角呢 是腾刚进 当然当年腾刚进 最早是在台湾发展的 那当年他其实不算是 很红的艺人 他算是比较配角型的一个角色 那只是呢 当年王心灵 算是这个天后级的这种这种歌星了 那腾刚进 算是一个小角色 可是时过境迁了 现在王心灵呢 毕竟出道也很久了 而且年轻人呢 对王心灵的这种喜爱的程度呢 毕竟也是慢慢的递减了 所以反正现在腾刚进 而且在日本这个日剧混得不错了 所以有这个后来居上的一个趋势 这也是相当有趣的一个状况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在这个周会的好想好 爱你 这一首MV里面呢 里面也出现了一台老的宾室 这个MV呢 大概是在岩山 我在猜应该是在那个 七谷一带 台湾这个海边七谷一带的岩山里面拍摄的 所以有很多白色的冰晶堆积起来的这个小山丘 那在这个主歌第一次唱完了之后呢 这个周会从一台车子下来 那这台车子呢 是一台老的宾室W123了 这个也是惊鸿一撇而已啦 也算是一个蜻蜓点水 同样是轻蜓点水的女性歌手MV 还有一个这个郑秀文的梅飞色舞 这梅飞色舞当然是一个很很嗨的一个动感的舞曲 那一开始呢 这个周这个郑秀文呢 是坐在一个兰博基尼的杂刀型 看起来应该是Diablo 后期的一个Diablo的车上这样子跳来跳去的 不过呢 我们也是为了他捏把冷汗 因为其实有接触过兰博基尼杂刀门的都知道 这个杂刀门呢 不一定举得起来 这个什么时候掉下来真的是不知道 为了他捏把冷汗了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在这个女性歌手里面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Leave a Light On这首曲子以外呢 我有想到另外一首这个女孩子的MV里面 也有出现车 当然这个车子是自助性行销 这是什么呢 苏瑞的跟着感觉走 各位听到苏瑞跟着感觉走 是不是想起哪一台车呢 没错 就是玉龙第一台自主研发的玉龙飞0101 当年呢 玉龙是把这个车子呢 运到了琉球去拍摄这个汽车的影片 那同时呢 也让苏瑞这个跟着感觉走的这个歌曲呢 变成这个飞0的主打曲 于是呢 跟着感觉走 他本身就有两种MV版本 一种MV呢 是完全都是这个飞0101两台绕来绕去 然后苏瑞偶尔出现一下 那另外版本呢 就是苏瑞为主 但是呢 这个飞0101偶尔出来一下 当然因为这是自助性行销了 所以这个出 这个飞0汽车出来的戏份 当然会比较多一点 同样的道理呢 孙燕芝一开始 刚出道没多久 发的这个新歌曲 超快感 也是 里面就是这个 当时台湾生产的 Super Impreza 这个自助性行销了 所以里面的戏份也是不少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还有这个 有一个女歌手的MV里面出现一台很神奇的车子 这个肯定就不是自助性行销 因为这台车子呢 在MV里面被撞了 这是许慧欣的忽然很想你 而一开始呢 是许慧欣开了一台老的mini 非常可爱的mini 被塞在车阵当中了 然后很多人对他怒目相似 哎呀 你会不会开车啊 怎么样 就没了 然后呢 就让许慧欣就回想 他以前是谁教他开车的 看起来应该是他男朋友了 那么 教他开着他男朋友的爱车 然后呢 这个许慧欣不小心当了这个男朋友的面 把这个爱车给撞回了 那这是个什么样的车子呢 是一台克莱斯勒的尼昂第一代 各位觉得说克莱斯勒的尼昂也还好吗 为什么他很稀有呢 嘿呀 这个就表示呢 你没有看过这个MV了 这台克莱斯勒的尼昂呢 可是四门敞篷的 但这个敞篷当然这不是原厂的 而且我们看一下 这个敞篷应该是后来自己切的 而且到底他们有没有这个棚布呢 也是很令人怀疑的 但是呢 用这种稀有车拿来当MV的主角 而且还把它撞了一下 当然我们也在怀疑了 会不会其实撞掉的那一台呢 其实是一台普通四门的轿车的版本 而不是这一台这个敞篷车呢 只是用借位的方式来拍呢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这个MV呢 里面出现这台稀有车 值得各位去看一下 最后呢 在一个女歌手里面呢 也出现过高级的轿车 这是詹雅文的想错的人 想错的人呢 顾名思维就是个闽南语歌曲 想家的人 就是想家的人 那这首MV里面呢 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 亲自下来嘎一脚啊 而且呢 还把他这个座驾拿来用啊 就是说基本上想错的人 大概就是说 这个年少的时候呢 出去外面打拼啊 那年老的时候 想要衣锦还乡 想要看看爸爸妈妈 是不是这个安好健在了啊 于是呢 在这个MV的比较后半段呢 就是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 这个做到这个 他新买的这个BMW L7啊 7系列的家常版本啊 然后呢坐着衣锦还乡啊 看着父母啊 父母非常感动啊 大家抱在一起啊 非常温馨的感觉 虽然说L7不是主角 不过我觉得这首MV里面呢 L7也起到了这个画龙点睛的效果 OK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跟大家洗个头啊 这个起个头不是洗个头啊 起个头聊聊这个有汽车的MV啊 我们挑选了几个歌手几首歌曲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 当然有汽车的MV呢 还不止这几首了哦 所以未来我们有机会呢 还是会跟大家持续分享这个有趣的情报 也非常欢迎呢 各位跟我们一起来闲聊 到底你看过什么样MV里面是有汽车呢 背后又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 期待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哦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呢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回再见哦 拜拜 好好听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新美学新美学 上集我们谈到 传统中国不是以眼见 的具体存在的具体存在物为真实 而后去模仿去复制它为美 为艺术 而是感受到宇宙中有一种有机的生命能量 它可以点火所有的事物 这生命能量 这生命能量才是真实 这种活动 这种活动 这种活动的事物 这种活动的事物 也就是充满了生机的事物 这种充满了生机的事物 才是美 才有美 而艺术就是要表达出 事物中的这种生机性 而这种生机简单的又叫做神 所以传统中国以神为美 这以神为美 就成了中国传统的神美性 也因此 这种以神为主的艺术 就成了中国基本的美学范畴 也成为中国艺术的基本的重要表现 中国在汉代 就谈论 行与神 行神论 谁最真实 而神就成为中国艺术的传统特质 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使中国艺术尤其是绘画 大型发展的时代 同时 也有了以往历史中所未见的话论 这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魏晋南北朝 有许多的门法世家的弟子们 甚至于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 大知识分子们 纷纷投身到艺术的创作上 简单的说 大家所熟悉的 书法家王羽晋 他的叔叔 教他写字 教他画画 是当时最有名的重要画家 甚至于他的母亲 他的妻子 也能知书 也能知画 当然 还有许多其他的人 许多其他的世家中的人 也都能书 也都能画 因为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 他们饱读诗书 比如 在魏晋时代 有名的大学问家 大思想家 用今天的画家 就是大哲学家 像何彦 像王毕 就从人的行神论中 以人的最高智慧 就是神的表现 并以这个神 来作为人 生命的代表 认为 人的形容 若没有了神 就空有其行 没有真正的生命 而后的 大学问家 大思想家 也就是所谓的 大哲学家 阮吉 还有纪康 他们也通音乐 更进一步 把这代表 生命之神 更展现在 人的 现实世俗的世界上 他们直接的 从庄子的观点中提出 人的精神 若从现实世俗世界上 得到解脱 那么 这样的人 就展现最美的 状态了 是以 而后的大哲学家 葛洪 就说了 行 需神 而立 这也就是说 行 需要应有神 才能 站得起来 才能 有所 完成 而后到了 东晋 玄堂 之风 大圣 同时 他又跟佛学的哲理 做了更紧密的结合 人 以神为主 这个观点 就更为发展了 人开始 用神字 形容 人的美 神 成为 一个 重要的 甚至于是 最高的 美学 范畴了 就 比如说 神 之 高 澈 神 意 弦 唱 神 情 善 懒 神 之 高 澈 那个 之 就是 知识的 之 神 之 高 澈 彻底的 澈 神 意 弦 唱 神情 善 朗 那个 善 就是 善 不得 善 朗 明朗 的朗 神情 善 朗 神字 就正式 进入到 审美的 领域里 成为 最重要的 美学 范畴 神 不只是说 人的 一般性格 才能 情感 精神 聪明 而已 更是一种 具有 审美上的 精神 是人在 追求 超脱 世俗 获得 不再 受制于 动物性 本能 冲动的 限制 从这里 取得了 人的 精神的 自由 精神的 解脱 如此 使人生 走上一个 新的 境界 那种 微妙 难以用 言语 表达 带着 丰富 情感的 生命 感受 这种 感受 饱含着 表现在 人的 面容 人的 体态 人的 行为上 还有 举止 如此 显现了 那个人 特有的 神情 风支 而这 不只是 那个人的 真实 生命 也是 那个人 特有 美的 表现 而这 才是 艺术家 在艺术上 要表达的 在中国 绘画史上 有一则 非常有名的 故事 魏晋 那个时候 大画家 顾凯治 为当时的 大思想家 大哲学家 还是 大政治家 的 裴凯 画 肖像画 裴凯当时 被公认 是最聪明 而又有 智慧的人 顾凯治 画好了以后 左看 右看 觉得 好像 有些什么 地方不足 别人来看 也有 这个感觉 后来 顾凯治 突然意识到 他没有 把裴凯的 那一份 深层 思想家 的智慧 之后 还融合着 大政治家 入室的 精明 和 深层 于是 顾凯治 就在 裴凯的 脸颊 凯空的 点上 一颗 痣 痣 上面 还 加了 三根 长长的 毛 当时 顾凯治 点上了 裴凯脸上 这一个 本来没有的 那颗痣 加上的 那三根 毛 哎呀 所有人都说 完全把裴凯 画出来了 这才是裴凯 这才 像裴凯 可是如果做 形态上 形容上 那不是裴凯 因为裴凯没有 这颗字 裴凯也没有 这三根 毛 这个故事的 重要性 就传达了 中国的 绘画 不像西方 在绘画上 得于实物 完全的 相像 这是西方的 古典艺术 很重要的一点 中国的绘画的 重要是在 神的 传达上 这也就影响到 北宋书东坡 当他提倡 文人画的时候 他还说 如果我们画画 画得跟实物 太像了 这种绘画 就是 孩童的绘画 顾凯兹 提出了 人物的 形象 的 肖像 绘画 重要 在 传神 写照 注意这一个 传神 我想大家能 意会了 写照的 这个 照字 同样 是传神的 意思 就是把他 最深层的 那个智慧性 所展现在 他特有的 人格 性格上 要把他 表达出来 而传神 写照 也就 成为 中国绘画 史上 绘画上 最重要的 美学 犯畅了 而后 还有一位 大思想家 也是 大哲学家 他的名字 叫做 钟炳 他 饱读 诗书 又 喜欢 佛学 的 理论 不过他 一辈子 拒绝 做官 只做研究 喜欢画画 是一个画家 他写了一篇 非常重要的话论 叫做 画 三水序 他扩大了 以神为美的 这个美学观点 他不再以神为美 只就人的美而言 他把它 拉进了 自然 三水之中 他呈现了 三水之美 只是 他认为 人必须 用超然于 世俗之外的 那份自由的 心境 来观赏 三水 才看得见 三水之美 而三水之所以美 是三水展现了 宇宙 大自然中的 大道 这个大道 人只有用 超脱 世俗的 自由心境 才看得见 才能够 与大自然的 这个大道 相应 而看见 大自然的 美 这道之美 因为 因为 只有着 超脱 世俗的 自由心境 的 这种 认知 才可以 与 宇宙天地中的 那一个 大道 相应 而 看得见 看得见 大自然 大宇宙的 那一个 大道之美 他提出了 大自然 大宇宙中的 道之美 所以 宗炳就说了 一个 创作者 他心中 是 含着 道 在他 那份 清新脱俗的 自由心境中 他 含着 道 于自于 可以与 外在的 事物相应 与大自然的 山水相应 而一个 闲着 一个 有能力 让他的心 精 清明的人 才能够 使他的心怀 不再有杂念 而能 玩味着 含有 道的 山水 如此 才真正地 能享受到 山水 灵直 和灵去 这灵直 灵去 是山水之美 由此 他大声地 提倡 山水化 创作的 重要性 山水化 就是用 山水来展现 宇宙中 自然的 大美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黄苏惠 苏惠哥好 大家好 那我们上一集已经讲完了2021年的市场乱象 那你2021年不管你有买到房子没买到房子不管你是好还是不好总是过去了嘛 但是你现在2022年我们想苏惠哥来告诉我们一下2022年到底房市是涨还是跌 因为有一个最新的数据1月的移转动数六都全减 对对是好会比较特殊的是我们一般来讲哦在做这个市场调研或者是数据统计分析的时候通常会把1月2月的数字会略掉哦会在尤其在台湾啦对 可能会做两种处理方式第一个就是1月加2月哦 2月我知道2月因为他的工作时间短又遇到过年那1月呢今年也其实也很短对啊今年刚好过年的时间又放在1月底对 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呃我们知道李同龙理事长他也有欺骗啦他说我们一般分析来讲很少用月减来做分析啦对啊反而会是用这个呃同比就是我们说同比去年的 对YOY的方式对 去年同期的方式来看那如果用去年同期的方式来比的话这个数据其实也没有太难看是算是 应该打平 的次低额 而次高次高 对 九年来的次高 所以是在市场上我们说去年买卖移转动数是八年来的新高那如果说过了一年之后呃第一个月是次呃是次高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应该算是过关啦算是及格啦对可是市场大家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很期待一直涨的话 他涨涨是没有那么凌厉是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呃大家会觉得好像受挫的感觉啦对没有开红盘哈哈哈 那股市有开红盘就是房市没有对那房市的话照道理说那这样是不是要等到三月的数字出来因为二月其实也都在过年啊而且本来就只有28天啊三月的数字出来移转动数出来会比较精准的可以剖析吗一般来讲啊就是说我们会说这过去来讲都说这个第四季是旺期这没问题啊所以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今年的第四季啊 尤其是12月的这个数字有没有比去年旺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那第二个呢大家会喜欢看是什么看鬼月明书月啊就今年这个明书月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基本上这个市场上对于这个鬼月的这个问题哦其实越来越淡化 他说因为现在就是你要买房就很难啊我宁愿我现在我现在人真的是怕穷不怕鬼哦你一瓶少个五万我民俗月我就跟你签也没问题啊现在大家会说啊签约没关系啊是你处的时间比较重要啊哦对哦你入错的时间啊不是在鬼月就没问题啊你管他什么时候签约然后我这个鬼月搞不好这个呃很多人 其实会放假放暑假然后房仲相对来讲也比较闲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服务品质甚至比较大的溢价空间对所以反而是七八月大家说明书月这个感觉是越来越低哦但是相对来讲不可抗力的就是过年农历过年那就是没办法对所以我看整个市场来看的确是在第三个月就三月的这个数据可能会会会比较精准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说其实呃去年其实很多地方包括虫化区都蛋白区都 涨的乱七八糟的那难道没有人要回头关注台北的淡黄区吗台北淡黄区要如果买得起的话哈哈哈啊如果我们做一个统计的话啊如果是拉这个联申中心的这个统计啊呃六都家新竹县市的话这个不用讲啊大家知道说可以贷款年限最长的房屋贷款年限最长的是哪一个县市大家知道吗就新竹对啊为什么第一个他的房子新然后贷款的人年纪也轻 对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贷款要看两个东西要把你加起来如果你房子太老你你的贷款人年纪就要轻一点加起来数字不会太难看如果你的房子年轻然后呢你贷款人呃屋林年纪屋林比较少然后贷款人又年轻然后在新竹他们的那个paycheck又又很很漂亮他们的薪资水准又高所以他当然可以啊对一般来讲是说这个贷款人呃生贷的年龄加屋林呃不能超过七十对一个门槛了哦那台北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啦哦台北都是老人 所以贷款的这个申请的这个年期都在二十年以内是表示说大家付款能力很强吗刚好相反对啊这个屋子太老或者人太老根本待不了太长所以在台北市来讲仍然是所谓的换屋族群的名领会相对比较高所以会产生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哦就是他的这个有点牛皮的概念啊好像都涨不动哎去年都是中南部在涨然后台北是不是那台北还有机会重返荣耀吗大家就是台北 台北市目前买盘就是以屋换屋比较多了嗯没有说什么第一次买豪宅就上手哈哈哈也很少这个外线市人直接第一次首购就在台北对他可能从这个新北换到台北也有可能但是他可能换蛋白区呃所有一个旁边的身边的朋友可能比较有钱我身边的朋友都是换到新北市去对卖掉台北市的老房老公寓老华夏然后换到新北市买全新的是还可以多买一台BMW对哈哈哈 换到桃园也很多对啊我们知道现在所有的不管是这个城乡的发展其实越来越均衡了你在台北市你要几个学区你到新北市你随便念这个这个私立学校双语学校对比你便宜环境又好又近所以很多人做的打算会不一样对台北市呃刚讲这个蛋黄区有没有办法重返荣耀基本上一直是在荣耀上之上了但是没办法再突破了相对来讲其他县市反而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对所以难道很多投资的买盘也都是往外县市去走 哇第一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去南部中部看就算台中哦他们还是觉得熊你这连聚的豪宅对他们来讲在你台以北克来讲压力不大三分之一的价对啊哈哈哈再讲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我刚才这个过来的时候经过旁边有个这个Tesla的对展售中心对好了超级充电站是台北市有这么多的有钱人谁家的社区有办法设一个充电庄对大家住在老公寓老豪宅 老华夏里头要装个充电庄是比登天还难吧现在你知道吗很多人以前反对拉充电庄的现在就像苏卫大哥讲的如果有人要装大家都愿意为什么了但是你不可能是公寓啦你一定是新的大楼因为大家都说有充电庄的话那个单独的车位光一个车位就可以加30万是啊你有车没有充电庄基本上没有用每一个人不会都开到这么远来一个超级充电队对而且而且现在的超级充电啊 然后truple charge 要付钱了哈哈哈以前要要那个但是我们后来跑几个暗场啊新北市的新案都有是新北市的新案你一进去以前他就是给你看那个偷偷的马桶嘛然后什么的没有你现在进去暗场一看他就先给你做一个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但做的很像很像很漂亮的他就是一个超级充电是不是就马上赢台北市这些老物件一集对啊可是台北市像我们上班都在台北难道台北市大家啊不是不爱爱不伤对 哈哈哈而且现在目前的整个刚讲说工作环境都在台北市这个问题有或者是这样的趋势也其实被翻转了啦对我们看到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在家工作或者是共享空间对基本上这个真的要在台北市市中心然后被绑死在那边工作的其实这个工作机会是越来越少对我们讲以前哦基本上是跑不掉的就是你一定要在现场而且是要非常好的资安管制的就叫金融业对现在基本上不是嘛 我们看到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太多人是在家工作对他的绩效他的这个产出也不会变少对甚至是成本可以更省哇那这是整个整个趋势的改变对对对所以整个工作地点的分散哦也会造成我们刚刚讲的第一集讲的这个办公室租金的涨时哦可能未来也会被逆转对了解好那没关系我们台北市买不起那还有没有一些蛋白区重化区我们可以去琢磨的基本上以目前来看哦这个蛋白区 这个数量其实在台北市没有了哦但是在新北市还是很热哦我们看到不管好我们先打岔一下讲到这个台北我刚才在说一个眼神中看到两个字南港因为我之前有写一篇新闻 明珠的价格是真的吗哎呦这个问题太困难了吧哈哈这个问题哦世界明珠因为我以前在中式工作过我人生的第一个电视台就是中式我那时候是当的执行制作从洋路那时候不用停车那时候把车放着就好如果我那时候知道 我可以的话我那时候拼一间我就财富自由了哎对哎南港我跟他感情也很深哦对我是在南港出生然后我做的房地产第一样工作都是在南港那个区那大哥南港买几间啊南港基本上很尴尬的就是你想买但是买不到好的物件或者是你觉得配得上他价格的物件因为那个每次他的这个房价的走生都是用跳动的对啊刚讲0304年的时候在冲洋冲化区盖了很久 很多房子对很多明星喜欢买那边对啊那个时候不一瓶不到四栋温哥华温哥华的联动四栋的那时候35万最高对其他的可能28万就可以买得到可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啊很多明星买到温哥华但是35万你会觉得贵贵对然后当你觉得说好我决定要进去的时候已经到60万了哎对然后这是我们又觉得说像舒惠哥讲的你那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价钱配不上那个物件 好接下来这是明珠哎这个价格然后风盘两年这个这个很令人办公室要100万然后呢住宅要120万以上啊那一般人来讲大家就很好解啊这个数字到底可信度高不高这每次哦南港的这个数字一出来都是大惊奇啦对办公室100万的时候对啊跌破大家眼镜南港以前我们在户被人家赞啊黑箱不是我们讲的黑箱应该大家都知道南港以前叫黑箱吗 黑也不是不好啦他就基本上他就是产煤嘛对啊对啊的地方了哦然后所以他这边基本上都是一整个是工业狼蛋对那之所以现在就是整个工业狼蛋全部被换掉吗全部整个在这个台铁周边过去的这个大面积的工业区这些厂全部被一个一个变成我们刚讲他会变成一个土地使用变更工业区变特商区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容积还被奖励因为他是算都更的方式对所以整条哦 过去是基本上是其实我以前很怕骑车到南港哦嗯那个路很窄对然后路又很差然后都是大型的车辆在跑重车对那现在不是了哦你看未来基本上整个这个捷运开了以后然后马路也开了以后然后这个整个商业的行为也改变以后这未来其实就变成一个整个新的商业区所以我认为说的确啦我们用过去的这个旧思维来看他的房价的确会觉得配不上对但是未来越来越多这种百万 旧的这些住宅或者是办公室出现之后啊以目前这个通膨的现象来看哦跟信息区比起来仍然算便宜对对我觉得南港是这样子以前你看不上现在你追不上哈哈哈哈这个就就没有办法而且麻烦的是那个行情你要找到满意的物件其实也不多对就是南港他一直属于在一个拉扯的一个状态对对对对对就是当你还在考虑的时候他要跳得上去好当你的心理决定说好这家会跟他拼下去的时候价格上去又上去 那出了台北市呢出了台北市哦以目前来看看需求啦对如果以目前我看这个整个不管是嫌恶条件嗯相对比较少或者是大家的这个对于他的偏好度比较高的甚至是离台北市距离比较近的啊可能就是新店啊央北重化钱央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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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接口而且很多大型的建商已经进去插起了但是央北一平现在60哎60我们觉得好贵哈对啊 但是你如果跟新版跟这个江翠跟台北市任何一个新暗区来比好像看起来还是有机会了对因为讲到新版就是我心中永远痛那个时候有建商要一瓶25万给我们那是什么时代25万就是周习伟当县长的时代然后那时候不好那时候新北有老虎啊哈哈哈后来抓不到所以确定没有这老虎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过去就就就就没办法了但是央北他现在重化剧 整个盖起来之后有办法变成符合他的身价吗以目前来看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央北他为什么叫央北他就是中央新村北侧的一个重化区嘛那中央新村是以前呃基本上就是中央国代的一个这个就像我们说内湖的国会山庄对感觉了所以他的这个居住环境哦或者是过去的这个居民品质哦或者是这个周边的生活经验是非常好是那现在整个央北重化区他基本上就是农地变更的整个大面积 的这些重化的这个空间了哦以目前来看的确我们刚讲他离台北市其实很近快速道路的这个连接哦尤其他在这个新店相对比较北侧的这个地方进台北市是最快了然后再来当然不要讲说有塞车的问题可能比较负面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说他这个腹地也够大所以我们看到建商哦尤其是都是龙头建商进去哦所以的确是有可为了那未来当然还有一个新的这个连开案进来哦这个连开案之大 这个是非常近的很近人哦这个比现在的美和式的这个动数跟量体都还要大那我觉得基本上他对于市场会有一个激励的效果了所以我就认为说他未来其实还是有一点空间好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有机会有能力我觉得就买了如果如果又错过了感觉上也也是蛮可惜的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尤其是台北市的住久了天龙头的新开觉得说哇那边要三十几万四十几位好贵 哪有这个价值对啊啊就像我们以前十年前哦还不止十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去看这个美和式对我想说啊这边这边烂泥啊这边这么大的量体这个住户这么多这么杂然后周边环境好像还是卖得很好对然后你现在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大的社区第一个是他的居住品质环境景观哦还有这个交通便利性哎比起来好像比央北还有优势的感觉你会觉得很矛盾 那有时候就是不能比哦一比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拙式经费对啊真的是没办法可是你看到新店他在央北现在一瓶要六十万到七十万那文山区呢万龙捷运站然后景美那边是一个下限区啊啊对对对对对 啊我们说罗斯福路顶对对对对对对我刚以为你要讲那个那个辛亥路出来那边啊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庄园的啊哈哈哈他随便标也是标六十几万哎他也是很厉害然后标完以后这个 马上买方哦还有这个屋主就开七字头八字头哦所以刚看起来央北其实还是有让人有肯为好我们会为什么会这样讲哦因为过去消费者哦在尤其是南台北对于第一个是要选文山区还是要选新店其实对各有所好对为什么呢因为新店以前是台北县可是因为他的军工教的数值比较高嘛所以整个新店的房价其实比较好哎 对对因为第一个新店他是工作机会比较多多元啦他也有制造业啊然后他当然我们刚讲军工教啊那文山区其实相对来讲第一个就是潮湿腹地也比较小啊然后虽然离台北是近但是有时候交通条件不见得方便啊他基本上都是要过隧道对那新店基本上就没有这个问题要过桥就会到对而且生活环境比较开阔后面还有高级住宅区 不然新店你就是不要买到木炸你就是买在景美那边啊景美路上你就不用再过隧道哎对会不会比较安全一点比较保值是所以刚才讲说这个目前来讲这个万龙这个凹洞区哦的确很多人是在锁定这个区域啊但是这边就物件相对比较少对然后他的题材啊公共建设题材相对比较弱了对哦可能过去来讲比较来讲的话房价就会比较好啊比较好的意思就是比较便宜啦大家 他的涨幅比较低嘛对他入爪还有机会他其实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一步就到大安区哈哈哈就可以到这个台大校区哦对所以他的确也是有很多人的这个偏好的区域所在但是他的的确就是腹地匠嗯相对比较小而且应该他还会有一些这个国防保安用地的这个限制在对所以他基本上能提供他的发展 不过就自己住啦自己住的舒服就好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像华库新天地啊过去大家讲说啊这个地上泉啊好像这个大家会比较摇摆的我们看到现在卖的状况也不错 其实这几年大家对地上泉呃已经慢慢接受那华库新天地之前还有这个租金的一个争议嘛就是说我只是买地上泉可是我地要去租可是当地租变高的时候就后来大家吵一吵哎也没事了也没事了也没事了然后现在其实大家已经可以慢慢接受了因为不然怎么办你真的要去买有所有权的那真的是这个以前我们做业务单位都会说这个业绩自百病了对哈哈哈 以房地产来讲就是涨价自百病对你房价涨了那还有什么话说对这就是重点以前就是因为在在在在那个时候比较pending的时候就吵 后来发现好了这个涨价之后不跟你计较了千万个理由其实真正理由就是叠价对哈哈哈有道理好我们最后一题要问一个比较世俗的就是最近PTT上面大家在讲的就是呃已经已经超过很久的就是买房跟租房我们就不讲了今天讲的是财富自由呃PTT上有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有两千 房子以上就可以财富自由所以哥觉得这有可能吗他的议论是说你一天一间自住然后另外一间出租那这就是你的基本配备吗但是有第三间之后就可以靠着租金或者是增值财富自由前提是没有贷款呃有他的意思是说贷款的话你就还利息就好呃现在很多讲法是说过去的讲法就是说这个租金就可以养自己对对对对你只要付头期款然后这个租金基本上 呃呃房客在帮你养对对对然后那个房子然后你就等房子增值涨大资产就膨胀了对增值还帮你把这个头期款也还完了对啊基本上真的有办法吗以呃以过去的做法来讲啊基本上是很有机会了嗯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看到过去的这个第一个是相对来讲我们说这个租屋市场相对比较透明对啊所以这个税费负担的部分 其实被转嫁或者被隐藏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了啊那现在来讲啊呃整个市场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看到这几年的这个未来的新增的有这个空屋渔户或者是供给量会变多所以租金水准还有办法随着这个房价或者是区域供不应求的这个状况水涨船高吗我觉得这可能要看五千人品质啦 哦你如果说是真的是天高皇帝远的这个区域哦要租都很困难空租每年可能都要三个月到半年的这个这个损失的话基本上这样子的物件尤其是呃过去比较流行投资什么呃学生套房啊那个不可行了啦啊对不对对啊那不可行但是十年前啊这个就绝对对甚至很多学区啊很多大学周边就是推这种产品直接卖给投资客都有那以目前来看哦这样子的租屋市场未来会改变哦 哦少纸化啊或者是我们说很多学校可能都做不下去我们想说那不要租学生如果租市中心或者台北市比较精华的地方租给上班族呢上班族的付出能力会不会也比较好啊以目前来看是有机会对哦的确是有机会所以我们看刚讲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就是你的还款条件嗯或者是你自己设的还款架构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我们看到的买的物件呃应该说他的种类啊品质 区位这个都是重点对那如果说大家都说啊那个我这本来就是本来就是要以防养防啦哦本来就是他要这个自带财源对然后我们都是选这个供购宅啊然后社区管理好的啊然后租客稳定的那的确是以这样子的这个规划方式的确是可行了可行有办法财富自由应该是有办法对但是但是前提就回来了嘛那你要去拿自备款买这几个房子 对啊所以我猜说你的还款架构对所以所以简单来讲说一个意思就是只要你还款架构把它拉好没有问题那你前面应该就是爸爸妈妈啦对不对超好箱对对你有超好箱然后头好胎的话是有机会的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谢谢书威哥来分享这么多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书威哥来上节目谢谢谢谢 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你现在你应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如果你听我们节目觉得超喜欢的话可以直接五星评分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下面donate连结上个小红包所有本月份的纯捐赞将会部分提播台湾世界展望会用红包传爱让孩子成为更好的大人 外商的HR是怎么在挑人选的呢那以及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Easy Manager今天不是读书会而是有听友许愿呢我们的好朋友一亲他许愿问他本身也都是在外商经验所以呢想要知道外商的HR会怎么筛选员工呢着重的点会是什么呢 除了专业以外还有哪些特点会让外商青睐的呢好没问题这个议题刚好让我想到我在半年多前受邀跟另一个节目英文留声机参加他们的live节目那我自己在收听的时候呢我觉得嗯其实说的都蛮好的相信一定可以给很多年轻的听众朋友或者说你现在需要转职的听众朋友一些收获 那尤其是很符合我们好朋友一亲他所问的这个主题就是外商的HR是怎么在挑人选的呢那以及直属主管他是怎么在看人选的怎么样挑选这些履历 或者说面试的时候也有一些简短的英文教学 另外要分享的就是呢最近有很多媒体报道当然回应我个人的感觉了就是真的是劳方手上是S的这个市场 劳方就有这个话事权这个状况呢我会把它夸张称为百年难得一见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那在台湾的104人力银行也发现二月份企业增财量暴增 抢财企业突破五万家是104人力银行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 那整个供给与需求比例创三年新高平均每位求职者都可以分到2.02份工作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非常的缺财包括我上集节目也提到在这个人才荒这个机会 是不是要换工作的您已经准备好了要得到自己在史上最好的工作跟最好的待遇呢 那我最近也发现呢也因为许多的公司行号有帮员工调薪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调到 如果没有被调到的话没关系因为我也没有被调到 好也因为这样呢就遇到很多求职者他们薪水越来越感开了 尤其是软体界的更是长得非常厉害 好各行各业新的求职者都有倾向就是薪资拉高的一个状况 让这一集能够来帮助你掌握到其中一些小窍门 可以谈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环境跟更好的薪资 祝福大家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集 这一集是live策略的关系所以在音质上会比较欠假 要请大家再多包涵了那我们一起来收听 那我的podcast叫做不是你想的领导力easy manager 这是一个最适合主管跟向往管理职发展者收听的节目 现在大家都很忙没时间读生涯管理的书吗 希望透过系统化读书会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在职场上自我提升 一起创造更好的台湾职场领导文化 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Ralph & Hannah的英文留声机live云讲座 对那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面试不采离这个议题 也欢迎各位可以准备自己的问题 等一下有时间可以一起上来互动发问哦 嗯太好了我们谢谢戴老师 那戴老师也非常专业 他节目现在也有开出这个课程 对吧那大家可以点击戴老师的这个头像 是 看这个职场沟通相关的这些课程 还有这个优惠活动 可以去关注这样子 OK好啊那我们今天就由我们专业的HR 跟这个资深的戴老师以及打酱油的主持人 论你 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吧 好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准备的三个情境 就是面试当中才会见到的三个情境 我们一一来为大家破解 到底这些情境要怎么样做 才能让你拿到高分在面试者心中的 这个你知道吗就是突破 突然语射啊 好那我们情境一是这样子 假如说你今天想到我想要找个工作 你首先当然就是什么写一份履历吗 对啊 对吧 Resume嘛 对不对 R E S U M E 对吧 我们是教英文 对Resume 那这个履历呢投递之后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讯息 一定要记得要放上去 什么东西呢 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先请我们专业的HR来跟我们讲讲 对 没有我是有见到几个比较夸张的CV 对 那首先最夸张的是什么 你去递交这个CV或者递交这个Resume 你想什么想要impress HR 或者说impress那个主管 Employer是 However 我有见过就是那个CV上面是没有写名字的 那大家称呼你 叫Mr.Nobody 不是Mr.Nobody Shane Doe 对 John Doe 对 然后还有是没有联系方式的 就我真的是觉得说他CV还不错 然后我就想要打电话约他来 做一个简单的沟通 然后一看从上至下没有一个什么电话 邮件什么都没有 我想说那你递CV的意义到底是 他可能就是只是想要给你看看他帅气的照片 然后就很神奇 然后我是之前这几个情况 其实主要是我当时去校招的时候会遇到的 就是去学校专门招大学生 对 可能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充足 所以我当时在现场就是我人很好 他们做一个interview 101 我相信你人 我还跟大家解释说 这个真的是最基本的东西 你可以没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就是你可能刚刚就大学毕业 然后没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 或者实习经验 但是首先你的这个名字和联系方式 是绝对必要百分之百必要 一定要有的 然后其次是我有看到 就是真的大家都喜欢 取那种奇奇怪怪的英文名字 OK 他可能初中是想要说 我想要脱颖而出 特别一点 对就是我可能看十分简历都叫Mary 然后或者说都叫什么Lily 那的确是菜市场 然后但是突然间有看到一个什么叫Yummy的 OK 然后叫什么Funny的 OK 然后什么Yellow啦 Banada啦 Sweetie啊 然后还有叫Cheesy啊 这名字好像叫出来也不是很专业 然后像比如说我们在Lily 上面去会去看就是 Postful Candidate的 Potential Candidate的这些profile 那我就会是 如果它是符合我基本条件的话 我都会给他们发一个email 然后约他做一个初步的沟通 但是我开头可能是Hi someone吧 Hi Yummy Hi Yummy 然后就 然后假设说他真的就后面入职了 对不对 你觉得男同事叫他Yummy 不会被告什么Sexual Harassment吗 我是叫不出口 是吧 对 就显得很不专业或者Hi Benana 对 我们不要笑人家名字啦 也许那是有一个很好的历史在的 但是你在专业上来说就有点缺乏 如果是你想要展现出你专业的一面的话 建议当然是还要取一个比较大众化 或者说不要这么特别的这样子的英文名 对 其实我针对这个东西 我去特别去上网查一下 那大家不要以后我在讽刺喔 你就直接在Google上搜寻这个 Pick a name for baby 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网站 像有一个Pampers 帮宝式的那个网站 它还会让你选说 你想要这个baby有什么样的性格 是成熟的 还是说是比较勇敢的 或什么 他就会帮你选一个好一点的名字 对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对 OK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更加神奇的 我有一次在看简历的时候啊 你知道我看到谁的头像吗 该不会是刘德华吧 是彭云彦 彭云彦啊 对 然后我是真的眼前一亮 一亮 眼前一亮 因为你喜欢彭云彦 就想说 我何德何能能看到彭云彦的CV 有没有 然后就真的是 让我花了可能五分钟的时间 认真的去读了他的CV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我有没有约他来打个电话 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沟通 那当然是No The Hai老彭 有没有兴趣啊 就好奇怪 然后我有看过就是放彭云照片的 对 然后放什么 周星驰照片的 哇 周星驰照片也可以放 对这种就真的很夸张 然后还有人就是会放自己的生活照 就是那种 你说自拍啊 或者说去外面玩 然后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比如说45度角仰望天空的时候 拍了一张非常角度奇妙的一张自拍 然后或者说他十年前站在动物园 然后插着腰 然后开着腿 然后拍了一张 就不是专业性的 怪怪的照片 对对 然后我想说可能你很喜欢 很喜欢那个地点 或者那个经历让你觉得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 但是还是刚才讲的 如果是你想要给人家留下一个 你是专业的这样子的印象的话 那当然是建议说去放一些非常专业的照片 比如说穿你的那个衬衫 穿上西装 然后去拍一张白底照 或者蓝底照 这样子那个HR看到 也是会觉得说眼前一亮 其实不光只是resume上 像你在linkedin上profile 的那个profile photo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你放了一张 就是可能整个画面 就是你整个脸的话 可能不太 令人觉得不太舒服 就是有点怪啦 然后我还有看到 就是他们放宠物照片了 然后我想说是啦 你的狗狗的确很可爱没有错 但是跟你的工作经验有什么关系吗 说不定那个Yummy 是那只狗的名字 不是他自己 那不对吧 你说Yummy 是真的有在公司工作的那时候 他说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去那种什么狗狗咖啡 咖啡厅 然后去飞人家 那也是蛮乖的 对啊 很奇怪啦 那其实像我们在 我个人在外商公司嘛 对吧 那HANA也是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英文 对吧 就是说我们在英文的 不管是表达口语 还是写作上面 其实是会有加分的 如果一定程度的话 当然当然当然 就我有看到就是很漂亮的简历 然后我真的很想要约他 但是因为像我们公司的话 就英文是一个必要 OK 对因为他是需要就是跨国家的去开会的 那我当然不是讲说在每一家公司英文都是必要的 只是说如果你想要提升你在整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力的话 然后可能在随时你会拿到比别人薪水更高的offer的时候 英文这一点我觉得是必不可笑的 但是呢有一点是要声明的说就是千万不要编造 就比如说 有人编造 就是他可能就是十年前拿了一个英语的什么奖 然后他就写在他简历上 英语人奖比赛 对之类或者什么英语奥林匹克大赛 对之类啦我就随便讲一个 然后说对啊就什么什么什么等级的这种英语的这个测验 然后过了这样 结果结果打电话过来说发现他不会讲英词 我就知道不会介绍 就是我对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给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他就说 My name is Candy I'm 30 years old I graduate from ABC University That's all Thank you OK 就没有 content 然后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顺 就真的是我们一开始学英文的时候老师教说自我介绍的时候要怎么讲 然后他20年之后他自我介绍还是这么讲 然后还写说自己英语很流利 对 那这就真的是不行 这就是欺骗的感觉 对吧就像你没有什么skill你偏要写 那真的是不好 对 就是你当然是可以说就是优化你的简历但是不代表说你要夸大或者说欺骗 没错没错 那其实像整个resume看下来呢 还有我们中间不是要放很多工作的title吗 就是说我说我之前在哪里工作过 然后我做了什么事情 有没有什么很奇奇怪怪的 有就是从刚刚提到的说从名字开始 有人他可能他发的那个CV上面只有比如说张小姐 郑先生 就是名字都不愿意给你 对连全名都没有 然后呢要么就是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某大型电商公司 然后然后负责过很大型的项目 然后我想说可能真的很厉害 然后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实际内容的话 我会觉得说要么是就是凭空编造的 要么是我还是觉得说不够impress me OKOK 对啦是啦没错就是尤其是我在面试上看的时候 我也是看你这到底写的什么 你如果是drop it title drop it title的话其实我根本 因为大公司小公司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公司 所以我怎么知道你说你是一个director 你到底在做什么呢 其实是很难讲 所以在每一个工作期里面 一定要浓缩几句话 是来概括你这个整个工作过程当中 到底做哪些事情 对这蛮重要 而且就是可能同样都是一个manager 他可能一个有的manager他下面管了20人团队 有的manager可能就管了一个人 甚至一个人都没有 他不同的公司他去分类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像包含有的人他可能之前有创业的经验 他写自己什么CEO是总监 然后突然间来投我们一个专员的一个岗位 然后觉得说 艺人公司 对啊 他想给自己按什么代表都ok 所以说还是要把你的工作迷气去分享给我们 然后我们才会更好的去分析 或者说评判说到底是否可以去符合我们的条件 ok ok 其实所以像HR在看这个履历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第一关 你HR看到这个履历的时候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点 他就是很快的扫视过来 你每天接收到的履历大概有几个 可能有上百封 上百封 那每一封离你看过大概可能就是两三秒或是五秒钟 对啊其实你真的是你有时候光是看他们一个title 然后或者说看不能讲title 就看一个扫一眼 然后大概扫一眼他的什么 然后等等这些 然后就可以说去做一个初步的评判说他是符合还是不符合 值不值得我再多花接下来几秒钟再去看 对 然后还有发现是有的人可能已经有三四十岁的年龄年纪 但他还会在他的简历上写说什么 我大学的时候拿过篮球社社团的什么冠军啊 好像有点久远 然后或者是说他毕业出来第一份工作 然后他写了很多很多 然后可能翻起来就有三四五六页这样子 哇这么多 然后我觉得说大可不必 就说像你工作其实有超过三年的话 或者说有一份工作经历了 你已经不需要再写说大学之前的事情了 你可能最多就写什么当时的GPA是多少 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必要了 对啊可能更多的也是关注于就是你的工作经历 然后等到你就是工作经历累计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都可以就是挑重点去写 最重要还是你现在这份工作到底做什么 你也可以画最长篇文句做这件事 写这个事情就好 OK那这是HR的角度 那我们想请戴老师分享一下 就是一个管理者的角度 这个履历哪些点是重要 你会看哪些点 好可以听到我刚才这个Hannah分析的非常的精彩 那我在这边是以一个 如果我们是直属主管 那我们看面试者履历 还有面试者现场的一个状况 我想在现在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会想要自我表现 好比说像钟明轩 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在外形上或在态度上 老师还是会建议说在面试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放下自己的那种自我表现欲 我们要回到什么 回到我们职能的自我表现这个部分 要记得这个自我是职能的自我 不是真的我自己 好那所以呢 我们在面试求职中 要套用一个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说什么呢 说知己知彼 百胜不殆 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对敌人跟自己的情况 都有透彻了解的时候 我们作战就不会怎么样失败 所以今天呢 大老师给大家两个W 一个W是who 第二个是what 这个who呢 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想的 who am I 我是谁 不是 而是说你要去想一下 看你履历的人 他是谁 而不是我是谁 因为现在大家都太常把焦点 放在我自己身上了 你要去想 看你履历这个人 他几岁 你从他的眼光出发 而不是从我的这个自我主义来出发 那如果是 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年轻人 投这个行政类 或者说文书类 行销类的工作 但是他的照片 就是如果你不是要去做这个 娱乐餐饮类的行业 请不要再放一些像Tinder一样的照片 即使你觉得你 这张很美或很帅 你很想放 但这是职场 跟你在生活上的形象是不同的 你可以想想看哦 如果我们去游泳 我们是要穿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穿一件 我自己觉得很帅很美 很美的夜店战袍 去游泡 不会嘛 那我们会不会觉得 这是我的自由啊 所以我就是想要穿一件 我觉得我很喜欢的衣服去游泡 不会嘛 那同样的 我们职场也是有不同的形象管理 不同的态度管理 那第二点呢 就是What What就是在讲说 这间公司到底要什么人 它要的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每一个产业 它需要的职能是不同的 所以公司希望这个职务 是做什么 成为了什么 那除了我们最基本的 我们一定要读什么 读job description 读JD 对不对 就是读它的这个职务的列表 跟条件 它会去描述 你要把这些条件 一条一条的 跟你自己的条件 要硬拔串起来 好 那以下 代表学举一个例子哦 假设呢 我们在104随便看一个 假设是一个电商出货专员好了 那就看到它里面 就会有一个工作内容的描述 他说他要每天做订单处理 他要做日常包装减货出货 他要做库存管理 他要做定期货品盘点 补计退换货 还有客服跟广告投递 跟成效分析 好 我们先不要去想说 它的要求合不合理 我就是想说 我要面试这个工作 以上我念的这些 你会想到说 这个职务是适合一个 什么样个性的人 是不是他要细心 是不是他是需要 有条有理的 做事的一个方式 他需不需要很有创意呢 其实不用 对不对 因为你看他的职务条件 所以我们在 面试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去强调 我们很有创意的这一点 也许你真的是一个 很有创意的人 可是他对于你 得到这份工作 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们要很务实的 其实找工作很务实 为什么呢 因为资方的眼光 是非常现实 也非常务实 他也没有时间 去了解你 就像刚才Hannah说的 他是可能 我们之前有看过 一个研究报告 好像一点几秒 就塞 就塞这个履历 一点几秒的一个速度 我那里有很多人 就像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 能力当中的一个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